在美国很少人知道你新中国联邦 我们所说的跟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回事 但我们毕竟存在这是肯定的 甚至他们没有兴趣 也不愿意把你们给分开 那你未来的就业机会 经济发展各种条件 财富安全 在全球开始排华的时候 就像俄罗斯一样 把你账号给你查封的时候 把你资产给你没收的时候 一旦没分解清楚的时候 灾难是你无法拒绝的 你看到那个俄罗斯的 有几个我哥们大游艇 完全土耳其还有法国 还没有宣布开始封他们的游艇 就开不出去了 为什么开不出去了 有乌克兰人在船上门 啥也不干 不说的船 我就老子给你磕了 你撞死我吧 给我打电话 Miles能不能帮帮我 找着意大利的哥们 把这事给我解决了 我说我帮不了 在土耳其我一个哥们 那是有权有势的人 说Miles 千万千万你别告诉我 帮你的忙 俄罗斯的哥们弄船的事 他说我所有俄罗斯人的船 是俄罗斯人跟土耳其人结婚 拥有的船 都被人家拿提亮的给他焊 你知道这一刻我啥感受吗 兄弟姐们 我就想到未来的中国人 所有在中国人的门口 在加拿大 在澳大利亚 在新加拿大 在什么地方 你能出到你门吗 能不能把你门给你焊上呢 会有把你水给你气给你停的呢 你有病你能买来药吗 你看这几天美国在干啥 你知道吗 美国政府全力以赴在准备着 给中共的二级制裁 中国的电信 中国的媒体 中国的银行 中国的粮食机构 中国的所有在海外 已经登记的 像波诺吴的这种所谓agent 你别看他怎么得瑟 最终都会 还有善伟健 什么PAG 就当了马云的什么审计员 昨天美国的某部门说 哎呀 Miles 证明了确实他们和马云是一伙的 马云当年花两千万美元 找吴征找保镖公司 取消我的保镖给两千万 马云和波诺吴已经合作无数次 这次直接善伟健 到了马云那儿又当了神纪员 昨天就证明着 这个王八蛋 这个善伟健 绝对是共产党特务 他们说你放心 美国绝对不会演瞎到最后的 看不见 那么这个时候 兄弟姐妹们 我们每个人在西方生活 这是可以说 大家要面临的危机 最惨的不是我们 我们还是最幸运的 看看国内 国内会有多惨 会惨到你无法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